而为了预约这个莫德纳疫苗的残疾呢 每站只有7个名额 有人是在2号的晚间就开始排队了 县长徐中卫表示很不舍 紧急设置电脑系统要改采线上预约 3号下午记者会也要公布新的残疾预约方式 而至于已经排队的人呢 还是按照原来登记来办理 县长徐中卫一早到华林市中华国小街总站视察这种状况 对残疾乱象 表示在2号深夜还在排队的民众心中相当的不舍 县尾已经做好预约的系统 残疾预约将改成线上网络预约 也是才当天预约当天施打最后的残疾 也会有排序可以直接看得到 进程我们的网络预约 而我们的网络预约也会有排序直接让您看得到 您在这个乡镇是排序是7号的排序 那也是才当天预约 当天预约当天打最后的残疾 我们希望秉持的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 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一次预约的程序让大家都学会 因为老实说有很多的长辈 其实今天我们在吉安还有四五十岁的 这个可能是乌农的长辈 其实他们来也排在那里 但是他前面已经很多的很多人在排了 那我们也更希望说如果您知道 其实请孩子帮您网络预约 其实有这些乱象 真的还是要说疫苗的不足 如果疫苗充足了 其实这些四个乱象都会解决 所以我们再一次忽众预约 很快让疫苗进入 谢谢 现在许多表示 残疾思达幸福会秉持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方式 会有这样的乱象 就是因为疫苗的不足 如果疫苗充足 其实这个乱象都可以解决 记得终于华士不老